启示六 第一章 念诵的、听见的、遵守的有福了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上帝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是者 晓语他的众仁若汉 若汉便将上帝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念诵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 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到时有福的 因为日期近了 若汉寻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 但愿从那色在、金在、以后永在的上帝 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作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作他父上帝的祭司 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远、阿门 论主降临的情形 看啊 他教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连似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爱哭 这话是真实的阿门 主上帝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家 是色在、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若汉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道 隐内里一同有份 为上帝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兴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吹号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宇以忽所、是梅拿、叠加摩、推瓦、推拉、沙迪、菲拉、鐵飞、路底家那七个教会 救主的荣威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象人子 伸穿长衣 直随到脚 空间束着金大 他的头 如法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 好象在牢中 断练光明的铜 声音 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声 从他口中出来 一把两人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约时 我一看见 就附到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全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约时 所以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声和七个金灯台的傲秘 那七声就是七个教会的事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十分之一 一步 一步 一步